当搞笑博主被隔离在家会做些什么 来人了 死人了 没错 这几个老嫂子又无聊到开始玩情境局了 发生了什么 家人没心善 甚至连部署都会捐出去做工艺帮助 好了 请注意你们俩先算饭 大家安静 奢儿是被人谋杀的 奢儿凶手就是我们其中的一个 气冷就三个人 一个是你 一个是你婆娘 三个那个人不就是我了吗 现今晚 一次摸你肚子 凶手就是你一小罪 你还真说是我 今天晚上吃完我的饭后大概八点 我去三儿的房间找他 然后我们发生了争吵 因为我想吃一道菜 三儿说没时间给我做 我就生气回自己房间了 但是在房间我反射了自己的不对 所以想给三儿当面道歉 然后打开门就发现 会不会三儿真是自己摔死的 反正我今天吃完晚饭都没有出过门的 真相只有一个 凶手就是你一小罪 又是我 你有了 你们现在拿出手就看一下故事 你说过你吃过晚饭都没有出去过 但手就去显示有故事 我算过了从你的房间到三个房间 只是要走三十个 更老说你的故事差不多 而且在现场发生了一根极短头发 我们这种只有你有这种短头发 所有这句证明 你就是凶手 三儿是我三儿 三儿在我前面呢 今年中午三儿发了一张 我们合照的朋友圈 居然没有给我辟图 我就去找他理论 在侦逃过程中不小心发死了伞 然后我把我的脚印打扫了 按快现场收拾了 把尸体一到门口 记得一定要给姐妹批兔 00 god 酷 海 Legend